整个医学学科的发展吗 首先我想说的是男性和女性是没有太多区别的 我们并不是说女性有优势 我们通过女性化能够满足这方面更高层次的需求 然后第二个方面就是说 对男性的这个阻力的话 我们也强调就是一直有阻力 一直有阻力 但是你 就主要是这个吧 我刚才说什么忘了 说的时候就忘了 没事没事还是熟悉的味道 你后面都是废话 前面讲得很好 你后面又堆了一句一堆话 我听了没听懂 就是这个意思 好那么我们进入最后的这个评审环节 那由邓主任开始 好的了 如果这样我支持政府 原因很简单 你们见过哪一个辩论 给我把假码的文章找出来 这是一篇发表在假码上的文章 得出的结论是对于同样难度的病例 对于我们来讲 这样的数据 在医学生角度看来是真实可信的 我觉得他们这方的客观性 或者说权威性 要高于反方 所以我说我支持他 邓主任的话 他主要是从这个 行政医学这个角度 那我呢就是看你们两方的 这个辩论精彩的程度 我是觉得在自由辩论环节 最后反方的这个节辩环节 我觉得讲的非常精彩的 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就是反方 跟冬春这个意见就有点不一啊 那我就很很很麻烦了 你要去麻烦了 你就住去吧 张老师蹲跃了 哈哈哈 我呢其实也真的是有点模棱两可啊 关键关键一票 哦 朋友们 好到我们了 这个跟点灯没有关系 仅仅是为最后的点灯猜测做个热身 转篇看回来 他那个遍体其实挺有意思的 就是是不是提倡 妇产科医生女性化 我很想听听就是 医药师您角度看这个问题 你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我觉得从于患者的角度来说话 在诊疗结果一致的情况下 我希望是由女性医生 来为我做诊疗 我也特别同意你说的诊疗效果 为第一位的情况下还是 不可避免的稍微有一点点性别的尴尬 对 因为我觉得作为女性患者 还去看男性医生的时候 确实心理障碍是挺大 是的 需要说服自己 我觉得有个现象很奇怪 其实就是现在在临床上 大家默认女性需要隐私 但男性不用 就是有的时候会这种 因为护士就是女性多 他在有一些操作的时候 他就是没有办法跟你找到男的去操作他 而且大家也不觉得要介意这件事 你要让我去做一个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就是同性别的医生 因为还有个南方跟北方有个区别 就是北方洗澡是大澡堂 跟那不有没关系 但我的心理状态是一样的 就是我没有去过大澡堂洗澡 所以北方同学跟我说就是 我们那小子大澡 你就去 我 就是我会觉得很很 就会很害羞很内向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这样的医生是一个同性别 我觉得可能会更好 一丝一点点 陶主人 这个其实都需要陶主人 出山 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医生 我会觉得其实在医院里头 只有医生和患者 并没有男女性别之分 否则的话可能顾虑的很多的话 超过了医学问题本身 可能是社会问题 我觉得这块可能 并不利于医生去抢救患者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操作 我觉得他这个说得真好 只有医生和患者的这个视角 所以我觉得这个通过变体辩论 还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就是这次辩论 我对李不言的印象 就特别特别的深刻 就是他这场辩论表现得 非常有攻击力 你们发现没有 对 他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 文文弱弱 然后很佛系 但是这场他完全是 一改之前的那种风格 很主动 对很主动 然后就是面对对方 给出的那些问题 他都能够快速的 对做出回应 然后再去抛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一场的表现 他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的那个论点都很集中 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逢生 其实变得也挺逢称 没啥没啥 很多人也叫我周称 不是叫周称吗 我叫周称 这是 咱们这样好不好 海权老师 我们直接来说哪一队能赢 而且我们得猜一个最佳变手 同意正方能够获胜的请举手 我们太顺拐了 就你没举 对啊 因为我支持冯琛的他们 这种熟悉的感觉我很害怕 正方的是六个人对吧 六比一 好那么最佳变手 您投给了冯琛 剩下还有其他人选吗 那就李不妍吧 李不妍 我投李不妍 我投冯琛吧 我觉得刘创真的也很不错 而且他总结的非常对比之下啊 他总结的一二三 没错 清晰 刘创 好 好 两票流畅这边 所以我们的选择是正方获胜 然后最佳变手是李不妍 来 来看结果 我们看一下结果吧 来吧 看一下 我呢 其实也真的是有点模棱两可啊 那么从辩论的精彩角度来讲 反方调理更清楚 这个应对上令人印象深刻 所以说光从技巧和论点来讲 我支持反方 那我们最后的好论下 选出一个最佳变手 我觉得两边都有很可缺可点的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他们这个 这个团队里 那个那个李不妍啊 哎哎哎 有力丸狂澜的感觉 李不妍你看他手撕 是不是 我不可需要女医生 明确需求的这部分人情 还是和人优优 气死的啊对 那这李不妍 好 哎 开队一半啊 今天晚上呢 友谊赛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就是比赛 第二友谊第一啊 友谊第一 友谊第一 哈哈哈 然后大家也感谢严主任和东主任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 好 那今天就到此结束 你们接着聊啊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辛苦了 不言哥哥太快了 我在那咔咔咔在那一记每次我 不然李不妍 呃首先我想说第一点 整个傅长哥的发展还是需要靠 对方并没有直接回答你们接着 正确的从科学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对方变演我们已经强调过了 哈哈哈哈 当然李不妍你表现的真的好 还真的好啊 真的你超乎了我们的 你知道吗 沉着冷静 不言哥哥永远的神 老师那我们先走了 一片走一片走 好辛苦了再见老师了再见 老师拜拜 今天下班算早的 要不咱走回去啊 不打车啊 都走走逛一下嘛 我今天换了一双 标马NITRO淡气科技跑鞋 脚感舒适日常通勤走远路 都老得劲了 哎你别说啊 这光不配色的鞋 真的还挺百搭的 那下次跑步你得跟我们一起啊 行走 好嘞我们算是答对了一半 咱们要拿这个练手总结经验 点灯的时候一定要点上灯 所以我们也得恭喜李不妍 成为最佳练手 恭喜李不妍 但我觉得刘畅和冯琛 也同样就是表现可圈可点 也非常非常的棒 是的 然后也得恭喜返芳 能够拿下这个心肝神碑的辩论胜利 恭喜我们的返芳 我觉得这个辩论赛最大的一个益处是在于呢 其实把这五个人呢 不同的学科的整合到一起 对 其实医疗呢 它很重要的是一个团队作战 通过这个辩论我们收集不同的材料 你去看文献 我去从这个伦理上去讲 就是有机的整合到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辩论赛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跨科式的合作 对 所以这一期上半集 我们是看到了李不妍 汪伟航然后顺利的进入第二阶段 同时有新的医学生的加入 他们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场辩论赛 所以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他们会经历怎么样的考核和故事呢 每周三 二十点会员是可以提前看下期的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中秋节了 相亲啊 那你们会很明白自己到底喜欢有什么样的呢 明白 我一个舞台solo的怎么明白的 张翘舞台solo啊 哈哈哈哈 要终于轻松一些 暴风雨前的瓶颈 今天有个新的任务 mdt 夺学科套路 我先算一下 我算一下他的出血量 肌体的出血很严重 这个会危机生命的 拿队科要的家 要 拿队科要的 病人情况非常紧静 一共给你们四十分钟时间 哦 好难啊 赶紧快点 时间减 不用重 那快点快点 写快点 来不及了 整条措施不需要写那么详细 你现在是急诊情况 你还去揪他 到底是用哪种 你都跟我说话 让我专心写 我们就开始了 手术 术中以及术后的出血的风险都极高 没有意识障碍 恶心呕吐 一线呢是没有异常的 就是来讲都给有千秋 今天做的最好的那个小组就是 怎么会这样 今天是中秋节 买礼物的 咋选 送口红送香酥 口红要给送的不要再送了 送书 书他很多 送零食可不可以 你刚说我 哎你要把我养胖胖的 咱们接歌了 接最后一个字 你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 编编编编编什么呢 嗯 好难这个 只有你知道 到 好 哈哈哈哈 心里啊我跟你讲 我得先先看看你这个技术怎么样 你觉得他水平怎么样 他刚才给你输了很多口了吗 他刚才给你输了很多口了吗 这为什么她 什么 per du 呢 我 想想要 p